时间又不早了咯 弄了整个钟头的甘邦路还没有到集合地点 阿斯利逮过电话就一直来 BOSS!阿德曼呢! 所以咱们不去乎蛋了 咱了咱了到了到了 左手边这里很多摩托的 喝就从大路来的嘛 摩托跑笑嘎 当然是快咯 阿斯利逮过喝完茶就要拉油了 包两包大大包里面装什么来的咯 精神灵彩也密 要这样做夹长了咯 什么东西呢? 这有什么东西 我们使用大理 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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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树下了 大栏面 全部在大树上面 大大壳的啊 高高的啊 哎呀 抹风刀在上面啊 哇 可不可的 怎样跑啊 阿斯利 可不奇怪的 对了 很好奇哦 阿斯利到底怎样爬上去的 抹风刀在哪里哦 哎 啥啥啥啥 都没有看到 这样高啊 没有没有看到哦 怎样高 阿斯利大库 蜜蜂痘有几大个哦 这样大个啊 有没有搞错哦 上到期哦 看啊 更大个哦 Frankie带一个望眼镜来摸 摸摸看 那一个蜜蜂痘 比较美丽 望眼镜摸一下 拉进来一点看一下 看蜜蜂痘在哪里 哎 这里没有的哦 另外一边是吗 下面一点看一下 哦 哎 看到吗 在那边 很大痘哦 哇 怎样爬哦 爬到上去还要去左手边哦 摸了上面几大粒 蜜蜂痘有要看下面几大高树根的嘛 在这一棵树 到底有几大棵这个大棵树 蜜蜂在上面坐 今天来采蜜 Frankie你跑前点去看 去树根那边看一下 看有几大棵 哎呀 没有拿到拉扯来哦 越来越靠近了 还没有感觉到有几大棵 Frankie走前去树根那边 哦 你就看到几大棵了 人头的差不多不尽了 树根这样大棵的 这一棵树叫大浪树 有其中一种蜜蜂 在大浪树上面做蜜蜂豆 在大浪树上面做的蜜蜂豆 踩下来的蜂蜜 就叫大浪野生蜂蜜 狗里马这棵树 树根的高过人头 从树根里面走出来都十多步哦 狗里马十多步十多尺了哩 这棵树实在大棵 都不知道只要百年了 那个树哦 野蜜蜂时常来做我的 那么就重复就重复 采野蜜的人也是重复来采蜜 这一棵蜜蜂豆很可能上一轮 其他原作名采蜂蜜 留下来的 这一棵大浪树上面 蜜蜂豆不是一豆罢了哩 有时十多豆了哩 一豆又很长很夸的呀 高度可以达到六尺 夸度可以达到十二尺 这位阿斯利逮哥 正在准备好备装 穿了两三层衣服 裤衣肯肯定是两件啦 checking里面打火机有没有带好 今年六十岁了哩啊 还能够爬树 虽然没有爬树 在树下也是要准备好哩 鸡蛋锅拿来点烟 哇一阵蜜蜂下来了哩 叮了哩 哇飞上去通水哩 快点哩 点鸡蛋锅先哩 飞食全部下来哩 要烟爬 阿斯利逮哥开始要爬上去哩哩 我们就在下面等哩 整班在下面等 阿斯利也是很好奇我们的生活哩 我们生活怎样啊 平时做什么啊 煮什么车啊 这样子哩哩 下面也是要传到密密的啊 要stand by stand by 踩了那个密镜桶 上面要放桶下来哩 下面要有人接的哩 啊了这样久啊 把案可数的还没有到啊 够务力高嘛 就是这样子上来哩 没有做什么安全带之类的一个东西 他们早期就在树那边盯了一些 棍在树那边就是 踩那个棍上去 会想到这一招哦 盯棍在树身 就这样子一步一步 也要拿桶哦 到底第一个人盯棍的人啊 怎样盯棍在树上啊 用什么方法呢 而且还要看目标 很多住老 衣服又住老 谁啊 还要带那个桶啊 很多要带那个面罩 要休息一下 不能够耗太大的力量 看下去啊 感觉上很策略哦 90度这样子爬上去的哦 怎样第一个踩这个蜂蜜的人啊 他怎样会想到用这个方式来踩啊 这个蜂蜜真的是很吸引人哦 很多人找都找不到哦 非常保健的一样东西 那个人在那里啊 搞不掉哦 哇很高哦 无法拍哦 太高了 看到吗 加油加油 要到了要到了 半棵树以上了 这一棵树70m高 210尺 大概有10到20层的高楼哦 我真的是不知道 zoom完了 到了到了 核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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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盆恒北部森林里面才有的正宗多浪野生蜜 一路上的路边,全部的开发种植了路,农业发胆